每当8月底,9月初的时候,人们总是调侃,美军的卫星一照,突然发现我国多了许多身着你彩服的士兵,其实大家都知道,这是我们的学生在进行军训, 不过俄罗斯目前没有这样的传统,所以卫星照过,发现俄境内突然多出13万大军,自然让大为吃惊,其实,这是一件十分平常的事情,因为每年的4月1日至7月15日,是俄罗斯的春季征兵时间,而今年也有13万俄罗斯年轻人印证入伍,以达到俄罗斯今年的征兵要求,值得一提的是,在这13万新入议的俄军士兵中, 还有2800人来自克里米亚,显示该地区对俄军十分具有好感,因此大多数年轻人,选择入伍报效国家,当然,俄罗斯境内多了13万士兵,美国感到情况不妙自然可以理解,毕竟美国和俄罗斯一直是对死对头, 看见竞争对手如此多的征兵,美国自然不会感到高兴,这意味着美军未来可能面临更强大的,来自于俄军的军事压力 此外,美国一直还想围绕着克里米亚继续制造话题,但从克里米亚人的入伍积极性来看,美国想要继续大作文章,已很难达成其预想的效果, 至于俄军完成了征兵13万人的目标,为何还会感到情况不妙,这主要是因为未收到俄罗斯兵议委员会通知书,却前去俄军服役的俄罗斯公民极少,目前不超过征兵总人数的0.3%,也就是说俄罗斯国内年轻人入伍的意愿,并不强烈,当然克里米亚是特殊,但克里米亚毕竟体量有限,俄罗斯女兵军事专家认为, 这极有可能是西方国家给俄罗斯制造的军事压力,是俄罗斯年轻人在选择入议前多了一份担心,毕竟就当前的局势而言,俄军随时有可能与西方国家发生冲突,此外,关于酬劳等问题,也在影响着俄罗斯年轻人的入议积极性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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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